哈喽,大家晚上好 今天呢,图子教大家做一个白菜粉丝豆腐汤 嗯,我们需要的食材当然有豆腐,还有香菇,还有胡萝卜 对,没有错啊,就是图子上一次吃的那个胡萝卜 当然还有粉丝咯,粉丝汤当然要有粉丝咯 粉丝你们自己看自己的饭量 来准备吧 在这呢,就是还有白菜 嗯,在这里呢,你们用娃娃菜代替就可以了 因为我没有买到娃娃菜,就用大白菜里面的芯来代替 嗯,我们先把这些全部切一下 嗯,先从香菇开始 香菇的话就是把它的尾巴切掉 全部都要切掉 嗯,在这里你们用刀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 嗯,先把它的尾巴都清理干净 不要让它留着小尾巴哦 嗯,嗯,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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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對,慢慢的来 不要伤到手哦 arts needed 是花菜,是佛菜,做成你的早餐,是平淡,才温暖,是朝夕相伴,我是你的牛排 我们切好呢,把它放到一边先,然后拿出一个香菇把它切条 然后你们切的时候不要切太厚了,因为切太厚的话 到时候它可能煮的或者是炒的时候它炒不太透就会有一股那个生的香菇的味道 我不太喜欢那个味道,所以说我一般就把它切不要太厚了 然后我这次切的有点厚了 平时像菇类的东西我都会拿水热水焯一下,把它那个生味焯掉,然后再去焯的 嗯,还是再次体现一下你们在这里的话,用刀的话一定要小心哦 把它们全部都切完 这样一直切,一直切 然后切完之后把它造一个盘子 把它装起来 然后放到旁边去备用就可以了 我多想回到那个夏天 沉迷在天边吹过眼间 但脸下也像空里侧脸 又记得清风撩拨新鲜 树下的味道是你微笑 我捧着月亮偏来无恙 去更远的地方见更亮的光 把它装盘之后呢 我们就要放到旁边备用之后呢 我们就要切接下来的一些食材了 就是豆腐 对,然后我们就是这样 直接切就可以了 切出你自己想要的一个大小 我平时的话就是这样 直接切,然后再横着切 切到一个差不多长方形的一个状态下就可以了 切的时候不要切太大了 也不要太小了 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因为太小的话 它炒的过程中 豆腐是非常容易散的 所以说就会变成碎末 太大的话 它就不怎么入味 所以说要切到一个适中的就可以了 你们肯定要问我 什么是适中的大小 适中的大小就是 拳头那么大 对 你没有听错 好了,开个玩笑啊 适中的大小呢 就是你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豆腐都要放起来 然后放到旁边也是备用 嗯,一个两个 然后我指甲比较长 然后拿豆腐的时候 我就怕把它给弄坏了 嗯,你们可以体会一下吗 把它全部都装起来之后 把它放到一边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切萝卜了 就是我上次生坑了那个萝卜 这个萝卜真的是 跟那个棍子有的一品 你们可以看我切的时候 这个用力就可以看出来了 所以说证明我的牙挺厉害的 我现在能啃得动它 嗯,确实挺厉害的 像你们牙扣不太好的人 就不要生啃这个萝卜了 我怕你们的牙齿就是 粘到了萝卜上下不来了 萝卜切块的话 也是切到自己想要的一个大小就可以了 嗯,我是切了一点点小的 然后切了几个大点的 嗯,不然放到汤里的话 就看不到它了 我们接下来就要切这个白菜哦 白菜就是把它屁口切掉 这样的话它直接就散 然后横着切一刀就像 不对不对 应该是竖着切一刀 对,竖着切一刀就可以了 切开之后它就是一半一半的 就是一半的一半 然后把它放边上备用 还有刚才还没有切到的 也要切一下 对,切一下之后就都要放到旁边备用的 把粉丝也写好备用 可以热锅了 就是把锅热了之后 我们就把油放进去 嗯,这里的话 你们一定要慢一点 不要像我一样 因为油热之后你放一些带一点点水的东西的话 它就会爆炸 对,没有听错 在视频里你们应该也可以看得到它爆炸了 知道吗 你们稍等一下 一下就会爆炸了 嗯,等它油温水的时候 然后我不太确定它什么时候热 所以说我就会把里边放一个葱花呀 或者什么的 来试一下它的这个油温 所以说我手剑的把里边放了一个葱花 然后它爆炸了 它剑的哪里都是 然后把葱花放了进去 然后你就赶紧逃跑就可以了 因为它会乱蹦乱跳的 然后葱花可能是因为我逃跑了 所以说它有一点糊了 不过没关系 等我们最后出锅的时候会把它撇掉 因为我是不喜欢放葱花的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把白白嫩嫩的豆腐放进去了 嗯,还是一样 因为豆腐里面有一点汤 然后我一个手机抓着 所以不对,我干嘛了 就是我一个手 然后抓着手机 一个手往里放 所以说没办法把汤撇出来 然后就只能这样放 不然的话它又会要再次的爆炸了 嗯,把豆腐全部放进去之后 就可以开火了 因为这个时候我会把火关掉 因为它持续加热的话 它就会很热 会粘锅底 就是豆腐和锅底就沾到了一起 这个时候呢,你的油已经要放的差不多 不要太少了 因为豆腐我觉得还蛮吃油的 嗯,因为有油的话是把豆腐煎一下 就是有一点点精狂的那种 这样的话它后面吃的话会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就是巴拉它就对了 然后这个手机不太对焦 嗯,我应该弄一个大大的支架 把它支到那里 就是巴拉巴拉就完事了 然后因为你要不停的翻 因为它有的地方收入不均匀 有的地方已经糊了 有的地方可能还没有着过点 嗯,知道我为什么把原声给关掉来选择配音吗 因为我的厨房就跟爆炸了一样 因为有抽烟机 然后又有火车的声音 真的是很吵很吵 我自己的说话声音根本听不到 所以说就把原声关掉之后 自己来这里配音 可以看到吗 有一点点焦黄的感觉了 因为它焦黄之后就好吃 如果是直接就把豆腐放到汤里的话 豆腐是不入味道的 嗯,现在已经大部分已经都有焦黄的一面了 嗯,对,就这样 你巴拉巴拉 所以说我刚才说不要把豆腐弄太小了 要不然你看到吗 炒的过程会有碎末 不过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呢 这个香菇就要巴拉进去了 开始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 然后把香菇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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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 这个时候你就要准备其他的一些佐料了 就是什么盐啊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 对,你就使劲放就行了 因为待会儿还要加水 所以说它就不会咸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翻炒翻炒它 嗯,就是让它搅拌搅拌 然后加入味极限 这个呢 随一看 随一加 如果你加太多的话 等一会儿你做出来的汤 就是一锅黑色的汤 所以说要适量 嗯,然后再加盐 对,就是一整勺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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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加一点鸡精 鸡精加完之后就要搅拌了 然后因为现在加盐的作用就是 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除了搅拌以外 就是要把里面加水了 放适量了清水 就是把这个豆腐基本上有一点没过吧 然后加水的原因是因为 加点水之后 它会把这个刚才放的一些盐啊什么的 炖到这个豆腐和香菇的里面 不然的话 你做出来的汤 这个豆腐和香菇就是没有一点味道 并不好吃 嗯,就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 我觉得这样会好吃一点 所以说现在就是让它们炖炖炖 就是一直 让它们炖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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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炖 你可以给它上一个催眠 就是说你 你说挨涛挨涛 然后它就会变得很好吃 很好吃 看到它那个冒着泡泡了吗 咕嘟嘟咕嘟嘟 然后你觉得泡泡冒得太大的话 你可以把火关小一点 但是一定要让它冒泡泡 不然的话它炖不进去它的味道 嗯 天炖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就要搅拌搅拌 之后呢 就是 换锅咯 换锅把它里面加水 因为 因为里面要加很多水 所以说刚才那锅是炒锅 这个是煮的 所以说把它里面加水 有没有觉得现在像一锅魔法大 再往里加完水之后 再往里加完水之后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了 把你准备的胡萝卜放进去 然后再放凉块 然后接着 就要等它 就是水烧开了 水开之后就可以加入粉丝了 然后你们如果买的粉丝比较难煮的话 就多煮一会儿 我的这个粉丝煮的比较容易 一煮就会开 所以说现在放的比较晚一点 然后你们再接着往里面 放一勺枸气 然后再搅拌搅拌 再搅拌 我觉得我像是在做一锅魔法汤 可能这个汤有毒 然后再接着往里放其他的食材 就比如说 一颗一颗大白菜 白菜放进去之后 就要再次的搅拌一下了 把这个白菜和汤充分的 就是搅拌均匀 就是把白菜抹到这个汤里面 不然的话 白菜会出不熟的 现在呢 有那么一点点 样子 就是你们可以尝一下显淡 如果觉得淡了 或者少一些什么别的食材的话 就是你们可以往里面加一些盐啊 什么的 胡椒粉 对白胡椒粉 也很关键 就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作料 然后等它煮一会儿 煮得差不多之后 就可以出锅了 我是又往里面放进 白胡椒粉 因为我是在出锅之前都会放的 放完之后 还得要再搅拌搅拌 让它这个汤和胡椒粉的话 充分溶解在一起 这个汤才会好喝哦 有的人口味轻一点 有的人口味重一点 所以说这个盐呢 就是需要你们自己来 琢磨的放了 搅拌搅拌 嗯哼 现在看看有没有一点 那个样子了呢 看到它咕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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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觉怎么样不错吧 这个汤真的很好喝的 喜欢的话记得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次见吧